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選校總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要對我們現在第九屆的第一會級的國會 喊話 創委黨人喊話 就是請我們的國會要正式 現在私校私立學校 不管是高中職或是大專院校 各種各樣的亂象 弊端 我們要求要修正私校法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出席的四位女談人 在我左左邊是高教公會的秘書長陳正亮老師 然後最左邊這位是我們的私校委員會的主委趙永富老師 右邊是全教長的大專委會主委劉榮輝老師 最右邊是盛曲流老師 我是大專委會的委員 事實上私校法這個法 全教總在國會的 就是立法院的第八屆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提出版本 那非常可惜 所以第八屆的國會 雖然有些委員是支持我們的版本 但是整個第八屆國會還是沒有完成私校法的修正 那520就是下個禮拜了 我們在這邊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要求即將要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因為民進黨的很多的多位的委員 在第八屆國會擔任委員的時候 都是支持我們的私校法修正案 我們希望他們 就是秉持原來這樣子的理想 不要忘記他們的初衷 在520以後 這個是完全執政的一個局面 我覺得完全可以來好好的 徹底的翻修私校法 那我們有三個簡單的主張我先講 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的老師來做報告 第一個我們要求要增加公益董事 以及勞工董事 第二個我們要求要降低私立學校的這種家族化的社團 三清等內的這種董事要迴避 第三個私校之所以有那麼多的問題 就是他的內控外控 都不足以做好監督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資訊要公開 要強化內控機制 我們一下就請我們三位老師來做報告 我們先請榮輝老師 我們回覆到16年前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報章雜誌 他說 不法私校掏空校場大追蹤 一條牛撥三次提 手段如股市掏空案 這個是民進黨剛執政的時候 然後經過了一年 他說 教育大嫂黑 四十三所私校傳弊案 高層決策場 那時候扁政府就有這樣的決心 他說 私校的問題盤根錯節 多起已發生的弊端顯示 就是舊政府官員明代財團 官商 商界關係複雜 形成極大的共犯結構 我們看今天2016年 我們現在看幾乎 這五個月來幾乎每月一報 私校的問題 十六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看一下 2016年1月份 新北玉才小學董作 三年狂A上議校場遭訴 二月 吉仁中小學董作 掏空武藝校場 清吞客補會 收武昌回闊 然後第四 在三月 昆山中學前董作 掏空校場 背信罪背起訴 四月 高一大 年收百億董事 爭權鬥討校長 五月 勇達庭辦兩年 支出三億 移招校董推迫 那這樣的問題呢 十六年來從來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認為 私校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整個是黑箱作業 十六年前 扁政府要大掃黑 我覺得十六年後 小英政府也要大掃黑 掃黑 可以掃除私校的黑箱作業 所以我們覺得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讓 我們的董事會 有公益董事 有勞工董事 有公益監察人 這樣才能夠 減少他的黑箱作業 所以我們認為呢 私校是私人辦選 但是呢 他是有公共性的 那私校他享有免稅 他也有政府的交付款 他的公益性是 是不言可遇 但是我們現在私校連一席的公益董事都沒有 連一席的勞工董事都沒有 甚至連公益監察人都沒有 所以我們很強烈主張 私立學校 一定要設立 一定要修法 一定要設立公益董事 公益監察人 跟勞工董事 讓這個整個私校董事的運作 能夠更公開透明 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 以上是我的訴求 接下來我講的是 有關於私校董事的比例的部分 台灣私校最讓人詬病的部分就是 太多的私立學校都是以家族企業經營的方式 他們的董事經過第一代到第二代到第三代 幾乎整個董事會裡面 大部分都是自己家族裡面的人 變成一種家族企業的經營 從我們剛剛所講的 包括像昆山 昆山的董事長 因為 弊案 辭去董事長之後 接下來是他兒子繼續接任 然後 像吉人 是兩個家族 掌握了整個董事會 那所以 然後包括像雲林大成工商 他的大成商工 他也是因為家族的一個 掌握整個學校董事資源的一個狀況 才產生這麼多的弊案 所以 從過去發生這麼多的弊案 你就可以發現 家族企業經營的學校 通常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公共性 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教育公共化 所以我們極力的主張 在私校董事裡面 三清等的比例一定要降低 另外 董事會的 董事跟監察人以外 這些 包括校長跟配偶的三清等裡面的人 也不應該去擔任學校 關於總務會計人士 這方面的職務 因為這樣子會 讓整個學校裡面 又形成連董事會以外的學校內部 也是家族經營的一個樣態 所以我們極力主張 在私校法修法裡面 必須一定要把這些限制放進去 歡迎私校董事部分 需要資訊要公開透明部分 我們可以這麼說 其實這近十二十年來 我們教育界產生所謂的學用落差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缺乏監督 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幾十二十年來 有許多董事 他本身其實在外是有事業 他事實上是用經營 盈利的心態來辦辦學 可是當他們在外出的事業失利的時候 他又會加重在學校裡面的控制 因為他發現教育是個特許事業 他有很多優於其他事業的利益方便的地方 他很容易去管控 所以他的手段其實是這幾十年來是不斷精進 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用燒子化做藉口 其實燒子化的進度其實並沒有這麼快 但是他用燒子化來藉口 然後進行所謂的績效管控 然後控制老師去從事一些校內外的招生等等事務 結果是放下自己學到學生的教育權不顧 然後用不合理的降低畢業門檻的 方式 變成幾乎是在販賣文憑 也就是說 最後的結果導致畢業的學生事實上是能力不足 這才是真正學院落差的原因 那這個私下法的學法 其實是對國家來說是個教育資源的爭奪戰 那對這些土力的人 他既然是要盈利 當然是作業就是要黑箱 因為他不會讓你知道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回歸憲法162條 要進行實際的監督 但是教育主管機關 經常會用各種的理由 這個放棄積極的監督 都是非常的被動 那所以說我們認為 如果要落實現法來監督的機制的話 應該是要其中除了剛才講過 就是說要由公益董事進駐學校來監督的話 那另外一個就是資訊要公開 那我們曾經要求要查看這個 某些失業學校的董事會紀錄 那董事會拒絕公開就算了 教育部他也不肯提供 他認為說這是學校經營的機密 立委也要不到 所以說我們認為 不管是董事的會議紀錄也好 或者是目前已經是流於形式的 所謂的內部控制制度 教育部10年前 就是要採取內部控制制度 其實結果是讓董事會更加容易 進行黑黑項作業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某個學校他不肯 老師不肯公布他的 目前不肯公布他的學校名稱 我們看他十幾年前 就已經虧空了10億 虧空10億以後 原來董事長因為在看守所裡面死掉 然後新的這些董事進來 他們的做法就是要用錢去換 所謂是買董事 結果就是有些債務 可能就是用換董事的方式來進行 結果就是有些黑道會進來 結果這個黑道進來 就是用學校的錢去從事股票的買賣 去買了7000萬的雞蛋水餃股 然後虧了6000萬 就是這麼誇誇張的事情 然後現在是雖然少子化 但是學校又想辦法去貸款10億去蓋房子 那這都是 事實上都是缺乏監督 就是為什麼要 你學校之前已經虧空虧了10億 為什麼現在還在帶10億呢 為什麼這個 這個一開始就沒有監督 那教育部到目前為止 到對這些學校都沒有真正的 積極地去監督去監察 那等到事情發生了 事實上也很難加以補救 就是過去虧空時期到現在 其實根本就沒有解決 所以說我認為應該是防患以未來 對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 防患以未來 那我們除了董經事進駐之外 那董事會的紀錄要能夠公開 那內部控制的制度也要能夠公開 財務要能夠公開 這樣我們才能夠以最低的成本 來把這個教育的資源奪回來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高教公務秘書長阿亮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目前是在這個四星大學 也是私立學校 那大家都知道四星大學就是成家 成所我家族的嘛 他現在已經傳到第三代 那對於這種私校的董事會的問題 我真是感觸特別多 那我們說台灣基本上有七成的大專學生 是在私立學校 三成是在共立學校 那有六成左右的大專教職員 這樣是在私立學校 那我就講高品教育的部分 那私立大專院校 他的治理是不是成熟 是不是健康 其實不只是關注到說 這個效果體質好不好 而是關注到全台灣 大部分的學生跟教職員 他們的權益有問題 有根本的影響 當然有關係到我們的教育品質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過去發現說 現在問題 私下問題非常多 那我們大概舉幾個這個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董事會裡面 他們其次有買賣的現象 透過其次買賣 然後譬如說改選或補選的時候 以金錢或財務作為董事其次的交換 第二種方式是董事會會干預校務 譬如說他就安排他的親信 然後或是安排他家族的人 到學校裡面擔任職務 特別是副校長 這個這次這樣完全沒有違反 對不對 那獨覽校務的大權 那就是失去了校務會議本來可以監督的機制 第三種是董事會經常會扶報他的支出 他會拿很多錢 那這種支出譬如說 專任的董事可以領校長級的報酬 然後這個董事會的出席跟交通會的支領用務經常不明 然後再來是他們會編所謂的行政業務費 第四種他會圖利特定的關係人 譬如說學校有在購置校地、新建工程 或者是說採購設備的過程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他去圖利特定的關係人 可能是剛好在二等親之外的 就是三等親 或者是三等親 二等親親機裡面的親信 安排在私人的公司裡面擔任藥職 那這個藥職呢 名稱上你看不到 他是董事會的家族的成員 可是事實上他是他們控制的 然後這個公司 學校跟他們採購 跟他們發生這個商業的行為 第五種 董事會會以學校的名義向外借貸 這是也有經過的現象 或是董事會 最後一種董事會直接挪用校盤 這就是最直接的 從1980年代到現在 我們整理過去的現象 譬如說大漢、崇佑、建勤、南開、東方、景文、清明 華夏、金鐘、立德、新竹的中華大學、高院、福音 足環不及備載 這還是劍爆的 沒有劍爆的更多 更不用講剛剛尤隆斐老師說的 最近的昆山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這種現象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改變這個東西呢 我們認為說現在 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透過去修改 施效法 讓我們完成幾個重要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 我們必須要能夠讓它透明化 董事會要能夠讓它透明化 減少這些現象 透明化不見得說一定能夠完全改變這個弊端 但它至少能夠讓我們知道 它在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種透明化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在施效法裡面定清楚 我們要有所謂的勞工董事 教職員生都應該在裡面 要有監察人 董事是一回事還要有監察人 還要有公益監察人 而且不僅只是說 舊公益監察人也不僅像教育部講的 一定要補助多少錢才可以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他施效辦選 本身就有公益的性質 他本來就應該派 而不是看他補助多少錢才派 再來 我們認為說 他應該要在支領的問題上 要嚴格管通 其實我們是主張 回歸到舊的施效人 2008年之前 施效法第三十條 是沒有這個支領的問題 現在才改成可以支領錢 我覺得這個開一個漏洞 就開了一個漏洞 就把他改回去 不能讓他讓他們支領錢 那第三點 就現在關鍵的退場問題上 我們認為教育部只要列管的這些學校 因為大家知道 退場有很多是這個學校要加退場 增鏈財 所以我們認為在退場這些學校裡面 或是已經列管輔導的學校 應該要從教育部這邊 讓我們法律上要去修改 由教育部 客裏 主管機關強制申請 重組施效董事會的法定義務 如果他已經辦不下去了 我覺得就是要徹底重組 不能夠再讓他們去 用各種的方法轉型 然後徹底自己 那最後 私校如果是在解散 停辦解散之後 我們要在私校法裡面 強制規定 他校產應該要回歸到公共使用 就是回歸公有 而不是依現在的法令 說的依照第一個順序是 第一個順序是 由捐助章程決定 捐助章程是什麼呢 就是董事會 在學校剛才整個成立的時候 這個捐助章程寫的 那當然董事會可以去修改 所以如果董事會裡面修改說 最後的校產 就是由我們董事會自己來決定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他只要協助捐助章程就可以了 那這樣校產就會變成 是董事會自己去決定 那這不是我們理想中校產 這些是由公共資源投注之後 而成立出來的這個資產 最後竟然會變成私人董事會所擁有 這是不對的 哪一個學校是這樣呢 哪一個學校修改了捐助章程 然後讓最後的校產由董事會自己決定呢 就是你們都不陌生的 退場的學校 就是勇達 就是勇達 他就是要在退場之前 把這個修改進去 他自己的捐助章程 他很清楚這個利益就是他的 這個利益就是他的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很多的私校 要退場的學校 學勇達 勇達都沒事啊 他可以這樣改啊 那我們私校法 就允許這個方式 讓他們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公會這邊提出來的 當然就是要透明化 我們限制資理 然後已經列管的 要重組他董事會 已經退場的 或即將要退場的 應該要把所有的資產回歸到公有 這是我們提的幾個比較大的方向 但是這樣 我再補充一下 幾位朋友比較晚到 全教總跟高教工會 今天之所以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就是對新政府 新國會 喊話 請正式私校現在面臨的各種 瀕臨危機的各種 這些弊案也好 掏空也好 無鬼搬運也好 甚至是打壓老師 苛扣薪資 我覺得這已經是非常多年了 我們一再的開這樣子的記者會 其實感到非常的感看 之所以一直關注私校 其實就是剛才正亮老師所講的 私校是我們台灣的高中職 跟大專院校的辦學的主力 他承擔了很多公共交易的責任 各位知道嗎 我們政府每一年 補助給十二年國教以後 補助給私立高中職的 那個免學費 接近兩百億 對私立大專院校的一般性補助 也是兩百億 還不算其他的那種專案 這個怎麼會沒有公共性質 各位可以看一下私校法第一條 我可以唸第一條就是 所有法律的立法意志 他說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 提高其公共性與自主性 各位有沒有看到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 我們只要講要監督 教育部或是有利人士 包括立法委員 就講說要尊重私校的什麼 自主性 從來不去談公共性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要講 之所以關注私校 不只是因為私校有弊案 私校打壓老師 不只是這樣子 而是它是真的會影響到台灣的 這種公共教育的品質跟發展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數據給各位看 各位知道嗎 現在私校為了省錢 兼任老師已經變成主 變成是主流了 兼任老師的比例超過專任老師 這個是教育部最新的數據 就是104學年度的 我們的在私立的大學跟專科學校 專任老師的人數是28,942人 登記有案 兼任老師超過3萬人 比例比專任老師還多 這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品質 所以我們一再的開這樣子的記者會 希望政府希望國會能夠正視這樣子的現象 那之前努力了4年 在第8屆的國會 我們公會一會 現在第9屆 國會已經第一會期了 我們也擬好版本 全教總跟教教會 我們各自有版本 有很多共同的訴求 下個禮拜一 我們的立法院的交易文化委員會 要開公訂會 也就是針對私校法要開公訂會 我請各位媒體朋友也要進一步去關心 事實上這樣子的修法 它就牽涉到 到底私校這個走向是要公共化 或是市場化私有化的角力 可以講就是這樣子的角力 現在的狀況是 已經夠私有化 夠商業化 夠市場化 一定要扭轉這樣子的趨勢 所以我們必須修法 讓它回到公共交易的這樣子的本質 每年接受那麼多國家的補助 沒有理由不接受監督 政府也不能白白這樣子給錢 然後放任私校這樣子出現這麼多的弊案 所以我簡單再講一次 全校董事會 全校董事會高校公會 我們修法的主要的三個訴求 第一個 要增加私校董事會的公益董事 勞工董事 以及公益監察人 這個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私校的公共性 提升私校的公共性 第二點 有建於現在的私校 不良的董事會 二職的董事會 把私校當作家族企業 當作私人產業 在經營 它完全是一個盈利性質的 這樣子的概念在操作 所以我們要求 三清等內的董事比例 要從原條文的三分之一 降到五分之一 以杜絕私校變成家族化 變成它的私人產業化 降低三清等內的董事的比例 第三個 就是要強化私校的內控外控機制 現在有內控有外控 但是幾乎是形同虛設 形同據聞 所以我們要求要公開會議紀錄 強化內控制度 資訊財務學校的報表 要公開上網接受檢驗 以上這三點 我覺得全教育跟高教公會 這樣的訴求完全可受公平 我們的著眼點 除了是維護我們的老師的權益以外 更希望私校能夠健全它的辦學體制 然後把這樣的辦學成效回歸到 我們的高等教育跟高中高職的 這樣子的公共教育的性質上面 所以再一次呼籲民進黨政府 520以後就是完全執政的局面 我覺得再也沒有任何藉口 剛才龍輝老師講說16年前 阿扁總統也曾經要去強化 去改善這樣子私校的這些弊案 強化他的辦學體制 但是那個時間點 畢竟是對民進黨來講 畢竟是所謂的嘲笑野大 他是行政權 但是整個國會還是 他是少數 但是我覺得現在完全沒有藉口 就是下個禮拜520開始 民進黨政府有新的教育部長 有新的國會 國會擁有最新的民意 他取得的席次遠遠過半 我覺得如果我們教師公會 所提的這些主張 是合乎教育本質 合乎教育理想 合乎台灣這個教育公共化的 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們請民進黨政府 他之前也一直講教育公共化 講要提升教育品質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請在這個會期 我們很期待這個會期 能夠把我們教師公會的版本 列入提案 然後刪圖通過 我們已經有版本 完整的版本 也找了很多的委員 我想後續我們會是情況 再來公布 有哪些委員 是對於我們這種教育公共化 維護私生權益 借權私校辦學體 體質的這樣子的法案 是支持的委員 我們會來公布 相對的 那一些還是在幫 無視私校現在這樣 面臨這樣子的慘況 還在幫私校的 這種不良的董事會護航的 我覺得我們也會有適度的行動 好 我們記者會是就到這邊 四位還沒有補充 那沒有請問 各位媒體朋友 沒有人有詢問 我想請問一下 像是吉原中學 爆發掏空 像產畢案的時候 我就拿去一個國教書問 他說 因為吉原中學 只有在一個縣市有設校 但是中央主管機關 只要在兩格或以上縣市有設校 才是有教育部 或就是國教書那邊主管 那如果是只有一個縣市的話 就是各縣市的教育局去管 就在那邊不提提交 那想請問一下 關於這部分 你們有什麼樣的服務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有詢問過 就是它應該是 新北市的教育局來主管 那新北市的教育局呢 一直到前一陣子 沒多久以前才開了一個私校諮詢會 那他們處理的模式 現在還沒有公布開會的結果 就是他們的動作其實是蠻慢的啦 就是他們 就像您剛剛所講的 他不斷的在互踢貧窮 就是找了教育部 教育部說不歸我管 找國教書 國教書說不歸我管 那新北市的教育局呢 他就是動作非常非常慢 然後我們所接收到訊息 就是新北市教育局 經常就是在感覺上 是在幫董事會在拖延時間 目前的訊息大概知道 要等到 新北市教育局的那一個 私校諮詢會的決議公布後 才知道他們開會的內容是什麼 另外我想請問這個私校法 最早好像是有 應該是教育部朝年 然後總統頒布的 那之後要修法程序 應該是整個 是由教育部這邊主導嗎 還是立法院 私立學校法是一個保利的位階的概念 所以它是立法院通過的 立法院通過的 立法院保利的制定跟修正 都是要經過立法院 一樣要刪讀程序 就是制定的程序要刪讀 修正的程序也要刪讀 所以現在它就是第一個會期 現在的階段就是我們看到有些人有提案 教室公會這邊 全教總高教公會 我們也都有提案 我們也各自找了委員 那提案要能夠成案最快的 我們這邊也可以公開呼籲 最快的方式其實就是黨團 黨團它就可以單獨提案 如果是個別委員 要15個委員要連署 所以我們認為最快的速度 就是黨團 特別是民進黨黨團 我們最歡迎 因為它就是完全執政 它又講公共話 其實現在就是它實現這個公共話的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提案以後它就排程序委員會 然後接下來就跑立法院的修正程序 就是一讀 然後接下來在委員會討論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二讀三讀 那如果有爭議的條文 可能就會黨團協商 那接下來還是一樣二讀三讀 三讀通過以後總統公布 新法就會實施 所以我們之所以這麼敢 就是希望 立法院如果加快腳步 有機會在這個匯級 能夠通過的 希望還有沒有問題